MING PAO CANADA 早上 早上大家好 歡迎來到7月15日早上 我報到昨天A股指數 昨天上昇收報3054點 下跌0.22% 乘额2089億 深城收報10854點 上漲0.01% 乘额3790億 上昇板指數收報2293點 乘额0.34% 乘额1125億 国内消息方面 美国说来到12月WTO会议 可能反对自动授权中国市场经济被围 如果真的发生对中国的对外 如果大家知道15年前中国加入WTO的时候 应该在条款中有这样说 当时加入的时候 你当自己是以发展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当时美国人说不是你是以发展 结果成功了 所以他有这条款15年之后 应该可以取回市场经济地位 但今年包括欧洲议会 7月11日两天的G20财长预备会议 他们就着所谓的降跌倾销问题 提出联合声明发布这件事 亦看到有这动作 所以会导致包括在日本举行的G7会议 他们集中有关降跌倾销问题 而国内一直都说去富城去产能 亦可以说是今年经济改革最重要的一部分 但似乎现在包括了15年后市场经济地位 可能会受到所谓的钢铁倾销问题 而受到其他贸易大国违剿的感觉 所以大家要留意这件事会否有少许影响 会否导致中国有关加入WTO 可否顺利成章再升格一层 真的去回市场经济地位 其实很多人不太明白什么是市场经济地位 其实最主要原因是 如果你到这个等格格内し 不能用国内计划操控管理 如果有什么贸易疏分 就一定要将去WTO当做造裁 就不像现在现在 你美国事闻慌 我认为你虽然就可以制裁你 就不能这样做 所以市场经济地位 对中国可以避免麻烦 中国始终是世界工厂 所以那一部分一定会遇到这些问题 希望可以顺利解决 希望可以解决这件事 即使这十几年都是市场主义的地位 其实美国都可以单方面做很多财理的措施 你觉得很对 其实这些就是美国人的方法 他觉得对听的国际法律就跟 不对的我们国会不肯 你便跟国会说 所以这件事大家要留意 未来这件事仍然有比较大的角力 尤其是英国又脱了欧 未来有很多重要的首脑会谈 究竟是否大家都会围绕这件事周旋 中国可能想转移 现在是全球经济都不好 因为英国也脱了欧 应该是北景气 但是美国可能未必会让步 看看当时的经济发展会是怎样 才可以决定得到 没错 讲起钢材方面 国内亦都 不知道是否因为产能 这个政策有改善 令到很多钢铁公司 煤炭公司 上半年公布的业绩 都非常亮丽 转规为盈 很多公司都很厉害 其实这件事又可以说 大家会留意 其实一直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今年 无端端又说什么黑色系 或是中国的期货 又会升 一直想找些原因 会不会是中国用量大 但如果再看 似乎跟产能过剩 是有一些关系 因为大家都看到 国内占了全世界50%的产量 亦都见到 就算不是傾销也好 国内亦都在打压 似乎大家一直希望 借助今次的所谓 去库存产产能 能够令到一些落后产能 会有些可以说提升 从而令到这些所谓大企业 甚至少国企的感觉 这些转规为盈 但现在似乎真的成功 因为大家要知道 因为它的量那么大 只要它能够 过到这一关 其实在编制理论来说 它们是会有好处 因为你知道 因为你钢铁这一件事 你一定要有那么大规模的产力 你才能够可以将成本压到那么低 所以其实这一件事 当然你怎样战招拆招 但如果你在国内股民的心态 这些企业开始转规云疫 而且又再承认潮流 可能是挺好笑的 没错 希望这个改善可以继续延续下去 至于亚洲方面其他公司 任天堂 沉迹了一时 其实这几年 因为它一直未有 开发手机方面的Apps 刚刚推出了一个新的Game Pokemon Go 大热 令股价短短 这几天里大涨 有少少起死活生 很厉害 一说这件事 其实我们已经在热设论过 所谓比加超 最新消息给大家知道 本来应该可以下载 但一听到任天堂那边说 由于澳洲 包括美加那边 他们实在太疯狂 澳洲那边两天里面 已经下载了超过过百万次 已经令到他们的伺服员 单机好多次 所以他就说对不起 会延迟 压后是香港 或者其他地区上市 对不起 你唯有 就是香港的 最要玩这些Game的人 可能要等久一点 别说我口水多 其实这件事 真的好值得大家留意 我们是做财经节目的 其实我们在财经新闻里面 我差不多每一天 我都见到这一件新闻 有新的延组 而且每天都会告诉他们 任天堂 怎样起死回新的 事实上 你只是看他的广告 这个游戏未到你手 我自己都觉得他一定会很疯狂 比我都觉得会疯狂 如果家里有小孩 真的没有开给他看 真的 如果不是很大事 因为现在已经说好很多人说 例如某些神修 你要去发电厂 捉 其实那些游戏是无疑性 但我觉得我现在的感觉 觉得是歐了 所以大家留意 昨晚有些新闻 就是外国一些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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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他们出现的地方 是否不适合 那个场合方面 对 又要跟你高层说 公司不如 可以开个户口 我们做的特别神秀 你就可以下载 即使我们自己养股 这件事大家可以看到 任天堂 大家听了很久 但事实上 我真的觉得 你也要配复他 他一直坚持不肯做手机游戏 结果他一炮就搞定 一炮以红下 真是 真是 我觉得他的想法很厉害 大家想想 他可以将你 由模拟实景变成真实 但你又可以参与真实世界 去玩你这个模拟 反映了现代世界 只要有创意 你随时都会 靠一个Apps 你就会发达 我真的不是说笑 我真的觉得 这件事 可能真的会令到日本 有更加起死回生的机会 大家要知道 其实他是有硬件 他存在的问题 始终有太多一些 制着包括他的货币问题 但如果这件事成行 再加上他真的 利用得到现时的互联网 交流平台 可能随时有很多游戏突然之间 因为这件事会加强 可能你无端走去 在时代广场大家一起 我们就在组队打 对着那个大电视网 所以大家要想 随时会出现这些情况 说回日本经济 原来早在4月份 安古晋三已经跟 Planca讨论过日本方面的经济 亦都提到 日本随时会陷入通缩危机 所以建议用Planca最擅长的招 直升机扔钱 建议日本央行直接购买 日本政府发行的永续债 看看未来这件事会不会大规模的发展 希望他会快一点 因为我们听了很久 但我又很怕他真的亏了道气 因为你看到 你由他上议院大胜之后 大家都预认他会这样做 他也算是放了风 但似乎他就立了 你看到英国立即意识 他可能是否等到他自己意识才做 我觉得他这样浪费了少少 是 时间上会不会是亏了道气 看回美国市场 标普升了11点 涨幅0.53% 收复2163点 连续4个月创新高 道指升了134点 涨幅0.73% 收复18506点 纳指升了28点 涨幅0.50% 收报5034点 美国市 连升多少天 只有他这样好 看回个股 投行摩根大通也公布了第二季的业绩 好过预期 Earning per share是1.5美元 好过预期是1.43 这个营销也有252亿美元 也好过预期 大家要留意 其实现在开始 应该会进入了美国 第二季度 即是业绩的高峰期 我们见到美类 甚至乎我们见到银行 真是有些意外的 吵好 可能大家也要知道 不是我们不断说 美国股市不应该升 但大家也要看内部 似乎他们出来的业绩 又没有好事 大家想象之中不差 当然了 你可说未反映 可能刚刚来的退欧 或者日本再加推两宽 这些问题未完全出到来 但你看到他们似乎是 相对 因为欧洲德银 这些全部 你说得很对 真是很惨 所以大家要留意 现在今期的业绩高峰期 有两项大的办法 大家要留意 第一个就是原材料 所谓的钢铁业 另外银行股 一定要留意 因为大家要知道 其实对于美国的银行来说 欧洲才是它比较重要的收入来源 在美国银行角度 欧洲方面的银行 亦和美国相对合作多些 究竟他们受到几大冲击 会不会将这所谓的问题 牵引到美国的银行内 大家一定要注意 没错 另外受英国脱欧事件影响 英美的贸易谈判 现在代表也说 暂时我们都要停一停 我觉得不够仪器 之前有盟友 没错 对了欧洲 一没了 立即我们再谈 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做大佬不行 你一直都是 你做大佬要有这样的风范 搞到你个个和你 你都发觉他都会善你 反过来善你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说 大家要知道 你美国 不要只是当是美国政府 你看奥巴马 他在中国那边说贸易负面清单 他都说要尽快在9月20日 G20月之前希望善好 即是说你是有空间 或者你想积极做是做到的 你为什么要拦你英国 那些更容易谈 因为大家熟很多 更加可以大家摊出来说 为什么会这样做 人家刚刚选了个新的首相 另外他也搞了整个叫做退欧大臣 其他做事都很快 所以我也觉得很厉害 为什么你奥巴马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 做大佬真的不会是这样 做他盟友真的有少少 不是那么好 英国要靠自己 欧洲方面 德国DEX指数升了1.39% 收报10068点 法国CAT指数升了1.16% 收报4385点 英国富士指数跌了0.24% 收报6654点 昨天英国也有少少意外 因为大部分人觉得受着脱欧影响 你应该都会加码量宽或减息 但昨晚宣布维持利率不变 买债规模也维持在3750亿不变 会后大部分官员也预计 8月就差不多 两宽这件事就很大机会发生 我要强调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英国央行今次包括市场的反应 成功了 大家记得美国说加息预期 预期 谁知他没有当好消息的炒 英国也是 大家估计 我都觉得很有意外 如果你真的要他立即去减息 因为你都未知道英国有多大 还未正式 但大家看到市场里面似乎 可能因为失望 反而令到磅抽升 昨天升了200点 昨天升了200点 即是梅花少许 似乎英网又不是之前看得太差 大家要留意 因为大家要知道 其实对英国来说 这样是好事 因为他变了他战律主动 大家认为他要减息 因为他本来说加 谁知已经觉得不行 本来想跟着 但现在看上去似乎 而且你会看到 他应该还有减息空间 所以说暂时来说 可能对于磅 有一时的支持作用 因为大家知道 始终我绑绝了这么多 对于他来说 应该一定会有冲击 但如果现在看 他的息口取向那边 似乎仍然会比较有空间 即是想减息也有息 大家可以留意 因为这样 亦都令到英镑 就会开始 反而叫做负烧 坏的消息出了 快个网回来更好 是的有这个机会 大家留意英镑的走势 大宗商品方面 油价又升了一点 现在纽约企油 升了0.93美元 做45.68 报酋也升了2.4% 做47.37美元一桶 在之前的44-45美元 那些又升了 是的其实应该差不多 因为大家会看到 退欧那件事应该差不多 所以你见到股市 和大宗商品 都开始回复正常 时间差不多了 今晚会公布的数字 包括了美国的6月份 消费物价指数 大家留意这个数字 我们时间差不多 我们星期一同一时间 和大家见面